再次走向战争 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是紧密相连的 帝国的建立虽是在1852年 但具有帝国特征的统治模式 在1851年12月政变之后就逐步形成了 更何况两者的最高领导人 都是路易·纳普伦·布纳巴 所以说第二帝国和第二共和国有着难以分解的联系 这位在历史上以怪异著称的皇帝 在其统治第二帝国期间 使法国再一次走向了强国的道路 在对外扩张中成了位于英国之下的第二殖民帝国 法国国内也难得有了一段稳定的政局 经济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并在之后有了飞速的发展 不过难以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称霸梦想 和难以满足人民追求自由权力的君主政体 最终还是会造成新的毁灭之路 路易·纳普伦在获得公民的支持后 于1852年12月2日正式恢复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自此开始了他的十几年的君主统治 拿破仑三世当政之后实行了个人转政 他压制了所有提倡公益精神的国民力量 包括议会、普选、传媒、教育 与其他方面的团体 例如在一些省内实行戒严 封闭共和派俱乐部 解散工人组织 查进进步报刊 利用天主教会加强控制学校等 由此来控制法国人民的自由主义行为 并且法国在1852年之后 由于政府的压制 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 面对这样的局势 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逐日俱增 而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 在后期不得不随之做出改革 在经济方面 法兰西第二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以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法国工业革命在此期间得以完成 金融业发展尤为突出 巴黎迅速发展成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在外交方面 拿破仑三世想要尽快打 自1815年 拿破仑帝国破灭之后 欧洲各国建立的维也纳体系 这一政治体系对于法国来说是整个国家耻辱的证明 它源于拿破仑战争的失败 意识波旁家族 甚至是整个法国无力插足欧洲外交的最有力证据 拿破仑三世想要实现如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强盛大国梦 就必须打破这一体系 进行国际政治的重组 想要实现这一计划 就必须在国际格局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而不是扮演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于是拿破仑三世针对他的强国之路 开始扮演一个正义的支持者和辅助者 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无尽的同情 甚至为之提供了物质上的军事上的援助 其次他则是想依靠最有限的战争 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 拿破仑三世并不像拿破仑一世那样热衷于战争 与拿破仑一世相比 他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执政时 他甚至和拿破仑战争中 与法国以此相对的英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他还曾经提议英法联合起来 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 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的影响 只不过理想主义者的和平之道尽管美妙 但当真并没有几个 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强权当政的时代 这些想法便如同荒谬的笑话一般 当真的人自然会吃些苦头 所以在此种局势下 拿破仑三世所取得的外交成果 就是法国的实力和地位遭到进一步的削弱 而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实力 几乎都得到了加强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也因此慢慢地走向了末路 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早期的统治中 经济确实得到发展 政局虽然在压制下相对稳定起来 但不安的因素却在蠢蠢欲动 外交政策上 由于拿破仑三世太过理想化 所以在取得表面的荣誉之后 开始着手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 比如1867年巴黎的万国博览会时 各国的君主像鱼点般降临法国 其外交所收获的国际地位 便显示出它的虚幻性 总之 法兰西帝国的早期统治是力大于弊的 拿破仑三世的大帝国梦 拿破仑三世在确定了 法国强国之梦的发展道路之后 就开始致力于计划实施 而这第一步则是打破1815年以来 法国的孤立状态 争夺欧洲大陆优势和进行海外殖民侵略 于是拿破仑三世进行了多次的对外扩张 并参与了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 与英国、奥斯曼帝国与萨丁王国 组成联合军来反对俄罗斯帝国 最终俄罗斯被击败 而法国则以十万士兵的生命换来了巴黎合约的签署 从而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 这场显示法兰西第二帝国权威的计划 可以说得上是完美受官 俄罗斯实实在在地受到了遏制 而巴黎也再一次成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的外交活动中心 这对拿破仑三世的鼓舞是巨大的 他因此也自敢是高人一等的欧洲仲裁者 进行着对外扩张的同时 还参与了许多国家的独立战争 1857年 法国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 1859年 拿破仑三世皇后 欧仁尼的亲戚 莱塞普斯承包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 同年 法国第二帝国以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控制的民意 与萨丁王国组成联军 与奥地利进行激战 在对澳战争中 联军不断取得胜利 然而 法军却在战争还未完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 与奥地利签订了停战条约 并因此获得了奥地利在萨瓦和尼斯的领土权 曾和拿破仑三世签订过联合协议的萨丁王国首相加福尔 在得知此事后 曾一度想要自杀 但最终 萨丁王国还是被迫接受了停战协定 对于此事 拿破仑三世则是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了对意大利独立负责 我违背欧洲议员进行战争 一旦我国命运受到威胁 我就苟喝 则最终也导致拿破仑三世的设想 与最后结果背道而驰 法国参与此战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奥地利 并以援助的名义和意大利修好 但就最后奥地利并未因此受到遏制 而意大利也在几年后完成了统一 并逐渐发展成 可以和法国并驾齐驱的大国 这些无疑成了拿破仑三世的重大失算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大国梦 尽管是被迫变动了 但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 仍在顺利地发展着 在亚洲 法国与英国于1857年组成的联合军向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 掠夺中国权益无数 1863年 法国通过武力将柬埔寨变为保护国 1867年 法国攻陷了大部分的越南领土 并在此后因越南问题进行了侵华之战 除此之外 法兰西第二帝国还在西非 东非 地中海东岸地区 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扩张 结果使法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此时的法兰西帝国确实为法国带来了实际而又长久的利益 也使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发展克里木战争之后 至19世纪六十年代初这段时间 变成了欧洲数一数二的强盛国家 但鼎盛时期也在这之后慢慢的衰落下去 衰落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兰西第二帝国在统治初期 实行的是强硬的专制统治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被持续压制 人民的权益不断被剥夺 这导致法国国内的不满之声日增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 第二帝国不得不进行改革 专制统治逐步向自由主义政策演变 工人运动也渐渐恢复了声势 拿破仑三世逐步加强对言论的控制 由于他武力支持意大利攻打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 而且又在中途退战 不仅没有成功地遏制奥地利 反而让意大利顺势崛起 威胁到法国的地位与安全 这使他失去了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 所以拿破仑三世就想要借助对可以言论自由的报刊的控制 抵抗天主教的反对势力 只不过逐渐获得权力的元老院和议会 渐渐显示出了独立于皇帝的迹象 最终拿破仑三世不仅没能加强集权 反而助长了反对势力的扩大 第二帝国有脱离皇帝掌控的局势 逐渐失去民众支持的拿破仑三世 认为只要如同以前一样 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就可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那他就可以以外交上的胜利来允许这些支持 但结果显示他依旧难以如愿 1860年 法国与英国签订了英法商约 这是英法双方自由贸易的协议 但协议签订后 令法国工业遭遇突如其来的外国竞争 使得法国天主教觉得 拿破仑三世所谓的道德贸易 明显令本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随后的1863年 波兰起义爆发 拿破仑三世公开表示支持波兰人的意愿 但完全没有得到军事支持 而这又召来俄国的愤恨 同年 拿破仑三世准备干预美国的内战 但最后并未实施 而是将目标转向奥地利的墨西哥城 1863年 法军占领墨西哥城之后 他支持奥地利 哈布斯堡成员 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帝 并驻他建立墨西哥第二帝国 但美国于1865年结束了南北内战之后 表示将武力支持 墨西哥共和派的战斗 拿破仑三世知道消息后 立即决定放弃马克西米利安 最后导致马克西米利安在1867年被捕枪上 拿破仑三世的做法又招来了奥地利皇室的怨恨 拿破仑三世在外交上的接连失利 导致法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法国国内也是一片哗然 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互胜则更高 除此之外 普鲁士在德国称雄 更是加剧了法国的严峻局势 线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